今期繼續稱呼全系列 今期是想和大家玩的 金塔羅斯 其實有四隻 二魔神我也有買到 國際慣例也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就是國內帶過來國外 配件方面 我們看看 手型都算是多 手型戰士 六隻手型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原本以為中了獎 為什麼呢 就是那把褲子是這麼彎的 但是呢 後來我上網查看它是真的彎的 細節度的金色都蠻漂亮的 你說它算屎黃色 又不算屎黃色 說它完全是聖伊神那種金 它確實有點像屎黃色 反正怪怪的 整隻手型我覺得是夠用的 我們看看 首先頭的那洞 左有檸檬 沒有問題 手的那洞 手的那洞 出奇地好 它竟然有接近 比90度再高一點 我這裏有少許出油的 可能放得內容膠的問題 這裏下面可以拉伸 但是我的腳這裏就很鬆 給大家看一下 我是完全沒有玩過的 它是真的自動鬆的 它是我買回來 然後放在櫃 很久很久了 然後就鬆到你媽媽都不認得了 那她的眼就並沒有覆眼 個人覺得就 不可要可不要 那麼就 腳的那洞 如果你遇到這種鬆的程度 我推薦拿502加固 但是我就算了 我是擺櫃 我就不計較 下面這裏是金屬件 腳的那洞 都是可以拔出來的 老實說 其實我挺期待 電王的二魔神 全部出真骨丟的 目前好像只出了一隻 圖塔螺絲 但是我都沒有買 因為我有SHF那隻 我又不想再買 所以其實都很尷尬 這裏要這樣拔出來 就可以拿這把褲頭 可以放在那些 鵝你親上的那些姿勢 大概就是這樣 整隻東西的細節度 我個人覺得OK 還原的比例都OK 但是它這塊背心是硬膠 這裏是刺在後面 那有一雪一在當時來說 都幾貴的 當時好像四百多塊 現在我記得 我最後入手 我是全新買回來的 那就是 一百五塊 人仔 最後是 真的很便宜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手型方面 我覺得都夠用的 其實 而魔神老實說 人氣度 只能夠說一般 你說它差 它人氣度確實有 但是你說它 人力是不是很高 它確實人氣度 不算是十分高 這裏都見到少少掉漆 我都沒有怎樣玩過 它是自己掉漆的 老實說 萬代那些公仔的漆面 耐了真的有點不耐用 即是 不論成品還是砌都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好啦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的玩具 拜拜